这个小节我们将学习通过钢体来制作牛顿柏的这样的一个案例 那么我们会涉及到的知识包括创建主动钢体 添加钉子约束添加厂的作用以及使钢体发生碰胀 接下来这个例子里边我们将通过玛雅动力学的钢体和约束来制作牛顿柏 首先我们切换到显示图 我们创建多个小球用来充当即将碰胀的钢体小球 那我们这里按住X键 把它们定位到坐标网格上 从而保证多个小球之间的位置的对齐 我们下期的钢体和约束 请不吝点赞,看一下 这张钢体的钢体和约束 我们下期的钢体发生码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多小球的钢体 于是任何复装这个钢体发生 里面还不是很高密组 那么很高密集 那现在我们首先选中所有的这些小球 执行创建主动钢铁 我们把它们都创建为主动钢铁 然后这里我们可以把他们的质量设得稍稍高一点 这样的话一会我们在 他们在受到重力场的作用之后 可以变化的快一点 接下来我们依次选中每一个小球 然后创建钉子约束 创建出钉子约束之后 我们同样按住X键 把这个钉子挪动到小球的上方 那这样的话 这样我们是为了让所有小球的钉子 保持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给我们按钉子约束之后 网络现在我们就给所有这些小球都创建了钉子约束 然后我们还需要给这些小球添加重力场 那么接下来为了让这些小球发生相互碰撞 我们可以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我们给其中的一个小球设置一个初始速度 然后我们来点击解设 拨碰按钮 那么它就会自动解设 好 那么这是因为我们刚才给第一个小球设置了一个x方向的初始速度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所以它就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其他小球发生了碰撞 那么另外一种方式我们也可以不给小球设置初始速度 我们直接让其中的一个小球受重力的作用掉落 这里我们可以把这个小球挪到另外一段 好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接下来它将会在重力的作用之下往下掉再跟其他小球发生碰撞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例子里面我们发现钢体和约束同时发生作用 得到了我们最终看到的这个柳顿板小球碰撞的效果 好那这一节的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